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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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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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hidou wenn水瓶是涌出盘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的最industrye用的水 Huh 就叫水瓶了 水长要拍水又排掉的叫水长 comb �er 現在利用都利用出去 因為焦頭煌 焦頭煌你不簡單說 一鍋餐去做兩碗 就是利用一樣一碗 可以排水調 可以做水瓣 這樣是不好的 這樣對土 真的要流失 土的沖灶 你現在本來你是一個水瓣 水瓣你現在用水 水要創掉的時候你整個都流掉 都流下去 流下去去土都會流 會流掉 記者要請教阿公的是 我們以前的沖灶主管這麼多 不知道在沖灶村有多少餐 是利用沖灶來灌溉的 你剛才說在地獅牧的改良 我們用錢差不多有 總有四層 我們沖灶的部分總有四層 一家地有四層的沖灶庫 嗯嗯嗯 還請教阿公有 他集中分布這個地方 集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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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南梁鐵鳳 那座旁邊 我們的沖灶村 沖灶村 沖灶村 這附近 全部都到沖灶村 這地方 沖灶村應該就是都 固定在沖灶村不走來走去 沖灶村不走去 沖灶村不走 沖灶村不走 沖灶村不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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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穿到這台,是差不多百分之二十 是人家可以穿一萬元 那這些都會穿回來? 穿錢的 這個喔? 對呀,現在就是我們 九八三六家裡面就是十三角的穿錢櫥 穿錢櫥,穿錢櫥就是十三角 你怎麼看過? 太可惜了 我們這裡有限小龍,大部分都知道 大家說用錢一家一家 真多真多,兩位是比較大量的 比較大量的兩位,比較少量的就有了 因為現在外國信用,我們信用說水質好 我們是用錢的 哇,現在又有八層的餐廳都是吃蠢的水 阿公說,有限小龍都知道這件事 這我不敢掛保證喔 不過現在聽阿公說了之後 好,大家就基金主信了 潛高米,水質好,品質質感掛保證 不過喔,又說到以前水路 要有人為大客櫻水來到餐廳 若是比較多水管頭的餐廳就很輕鬆 不過若是在水路沒餐廳就辛苦了 又經常會讓女生去用 就要更多做水才可以 鳳嬌阿嬤她就經過這段歷史 尤其對那當年,用土做的補花印象很親 補花,做頭的 現在都全做做頭的 那補在那裡,你怎麼去看 進餐廳,再開餐廳 那邊就是補花,那邊就全全在水流 那邊水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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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那你也要少年 我們是聽到人沒有水,我們很敢去 去那些什麼都吵人、拆管子 很大腳 就是去那裡的,很長的 這樣長得如何? 吵什麼? 吵吵吵吵 吵吵吵吵,那個老人吵吵吵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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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是一直在继续进步 农村也同样 随到土地的定位后 地形改变了 水浸也改变 水浸变什么样? 这让中十一理长辈子来告诉我们 这个水的改革 我告诉你 这个过去是无法抗争了 很紧 我们农村的过去 农榜的压榜 农榜的那些都去英雄 英雄 刚刚去压榜的压榜 就没有这个无料问题 对 现在压榜的压榜在这里 水浸在那里 那会不会有 水浸在那里 问题就有好够 水浸在这变化 团结在这变化 我们之前的水都会做的 很多人都在那里 都会做的 不过现在全都在水浸在那里 现在做的温暖就没有水了 你有感觉吗? 现在有水多长时间 因为很多人在那里 一条小锅下来 跟我们这一条大戚 大戚又分分出来 让我们这些水浸在那里 有水浸在那里 一条小锅下来 中午的水浸在那里 也有老鼻子 老鼻子有 老鼻子有 老鼻子有很大 也有一天很不少的客戚 我们过去压榜的压榜 我们过去压榜的压榜就很压榜 又还有长时间做主料研究 请他跟我们说 三四十年前 他小时候看到的到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做小孩最小的地方都是跟客戚有关 以前也没有名称很多 就是 所有的厨房就一边 就说那边有头前铁 那边有后面铁 还有一边铁 酒头厨那边就说酒头厨铁 水铁 特别清水铁 老师 你们那时候讲的K 它其实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例如说它旁边是一个土蹄吗 还是说就是像一般 现在我们看到外面的野稀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做小孩所看到在地的K 都是土蹄 然后也不是山上的野稀那样的形态 因为毕竟这里是平原段 泥土比较多 那土蹄呢 有时候台风天大水过后 就会有某一些转弯处 会变成一个水池跑出来 田的主人就会很难过 因为他的田少了一大块 他必须再去找土给它补回来 那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在那个年代 所以必须要靠很多的植物 去抓住那个土蹄 所以以前我们 我一直印象中 就是这整块大地 因为我们可以从比较高地往下看 就可以看到这一块大地 它其实是四季颜色在变化的 当插秧之后一大片全部都是绿色 当倒卖金黄的时候 有一部分绿色的线条 大的面积都是金色的 那有一些绿色线条 这些绿色线条 四季几乎不太变 绿色线条四季不太变的就是 架 大架 都是架 大架 都是架 就是有什么大刀架 还是水柳 杂树它很容易就又断了 然后又有新的又上来的那种 那叶子大大的 我们就叫它大刀架 它就是里面空的 意思是它 那个木材脆弱的意思 它也不见得真的是木材空心 它只是引用那个字 来寻溯那个树的脆弱 那些溪流的线条通常是竹林 或是水柳 水柳不是那个长江的那种柳树 是我们台湾原生种的 那个台湾特有种的水柳 然后会有 椰江花 地方它每个路段可能会不同的植物 大哥你这样慢慢回想 大概是什么样的状态 还是什么 事情发生 导导你讲到一面圈这些生态有很大的改变 没起来 那个就是农地重画 84年 那一年我在台北 我在台北 然后回来的时候 我家后门一打开发现 后边怎么转 那是大型机器的声音 田里面很少听到这种大型机器的声音 然后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怪手 在田里面 然后怎么大家都不用跟踪 那一年大家都不用跟踪 把所有的歌曲 田梗全部都打掉 全部都把它弄成平地 再来重新划分 然后我看到那个画面 我不知不觉掉下眼泪 因为我放眼看过去的 我小时候玩的地方全部都不见了 我每次回来就必须跑到那个地方去钓个鱼 或者是去那边采个野浆花 或者是去那边采个桂鸟 回家加菜 结果都没有了 然后紧接着看它工程完成之后 再去看的时候 全部都是水泥 所以我就知道回不来了 很多的毛屑回不来了 以前在钓鱼 鲜魚啦 酸牛啦 都不怕 为什么会有土地重化 好复杂的问题 有很多人想要改变它的田的位置 有很多人觉得如果再多弄几条马路出来 因为慢慢的大家都想要轻松一点做事情 所以它想要让大型的农机距 或者是车子可以开到那个地方 我这小不用像以前去搭 切 五公里六公里远的地方 方圆几公里内没住人的地方 我的稻田在那边 然后我采收之后要搭 我那边搭我来说你回来这里拍切 所以会想要在这些大片的稻田当中去开马路 让工作可以方便 或者是可以去换来换去 把我的土地能不能集中在一块 这是很多人的想要的事情 当时大部分人并没有想到说 那个田将来要卖这件事情 所以不会去考虑田变多贵多好价值 不是这样想 但少数部分人有 尤其是可能在掌握这些 可以农地重化的人 他们或许应该有一部分人 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为了利益 但对农民来讲不是 老师像这边这一代的 每个人 不是每个人 大部分的声音是什么 因为听老师你讲 你会觉得说土地重化影响很大 那是这边大部分的 怎么样看待土地重化这件事情 是都希望这样子吗 大部分是希望 还是说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说 其实整个 我想过 我想过这些问题 这要分成好几代来讲 我的阿公那个年代的 他们大概不乐意看到目前的现况 因为我的阿公或我的阿周 那个年代是他们开枪壁土 来到这个地方 本来这些田都是没有办法耕种水稻的 因为当时没有这个离踏城 所以水根本蓄不住 他必须要把石头都捡光 然后去引水进来之后 经常在里头踩踏之后 水才撞得住之后才能够 中稻米 在过去他们的年代 中稻米是多么棒的一件事情 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 才让他们开垦的田能够中稻米 他不乐见看到现在稻田被 到这些建筑会去乎上去 那我的爸爸这一个年龄层的人 我觉得他们是乐意见到 目前这样的现况 因为这是他们想要的 也是他们走出来的 我必须这样讲 其实这个世代 是一个很面对巨大改变的世代 以前的世代 它是几百年才有一个小小的改变 一个造指数出来就影响多 影响其实不是那么的巨大 但是它就影响了几百年几千年 然后那过程当中几乎没什么改变 好几代之间就是 每一代过的日子都一样 可是从我的阿公转到我的爸爸 那一代就有很多的改变 有电力啦有车子啦等等的改变 影响很大 再到我们的时候改变得更大 那尤其是还有一些政治因素啦 等等 让整个社会的氛围 让农村的这些人认为 这种家没出脱 都希望每一个小孩出去外面 去看社会 在外面发展 当你鼓励你的孩子往外去的时候 孩子也都跑出去了 也在外面取区生子了 在外面买房子了 他回来的机会越来越低 这一群人怎么办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是帮着爸爸妈妈去除草 很多的工作是小朋友的工作 大人就负责好重的工作而已 可是渐渐的我们这个孩子长大了 我们这个年龄成了 我们出去的 他没有孩子帮他 孙子能不能靠 不敢 我们这个年龄的 几乎没人叫孙子去做工作了 所以 他以前小的时候跟我们一样 要帮农 长大的时候要掌管 还要被长辈盯着 阿公那样的盯着 然后阿公那个年龄成走了 他就负责完全的责任 然后又没有人来帮他 他必须从头到尾全部自己来 他要怎么样去维持这个农田的运作 他必须想办法去克服 所以当有人来提议说要怎么弄 他听一听 这对将来他要做这个农事会比较方便 当然就同意了 所以农地重化于是就这样开展开来 虽然定位了后对环境的改变 已经是舒适了 不过我们如果是想要保留好的环境 会让过去美类的经济 也会有机会 最后就来听南城花市的丁宏安大哥 回忠一直在沉浮到大的快乐记忆当中 总是跟酸水抓虎有关系 听说沉浮到国小旁 以前有一些虎虎 连他们家也有漆 不过那个时候很流行开虎虎 最早期开辟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还小 我不知道他们整整的用意 但是我印象当中有抓去脉只有几次而已 因为有那时候养比较多的时候 有养大头脸之类的跟草鱼 我们常下去游泳 我们常下去游泳 你这样几个小朋友一起下去游 把鱼逼到角落之后 那个鱼就会往头上一直射 所以一整群小朋友玩到 你如果这样一直玩过去 到角落的时候它鱼 一整群鱼可能都会被你压在角落 它就开始往空中飞 像连鱼比较容易受惊动 我们后来就会用另外一招 在整个鱼池 因为我们的池岸都有四五米 池岸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它就会开始狂跳 有些就会跳到那个路上来 那这些不同的鱼 那喂的鱼饲料 都是一起丢进去的吗 是为什么 其实以前我们也很少真正去喂养它 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是真正职业的 但是以前我们那个池岸都有种一些那个木草 直接都是砍草给鱼吃比较多 所以那个年代整个村子里有鱼池的人多吗 有 当时鱼池其实其实刚好大部分也都是我们家族的比较多 陈永昌阿公他们家有一个小鱼池 还有我们那边有一个阿伯他有养猪 他是比较后期一点 他养猪然后就是也弄了一个几分地的鱼池 就是让这个猪分去进化 然后那个猪分就是给鱼池 早期因为其实像我们刚出生我们很小的时候都没有冰箱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提供至少自举自主 而且过年过节我们就是有鱼池有肉池 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养一些鸡啊 甚至我们家小时候我们家有养羊 我们家小时候是有养羊 但是后来后来我阿公我们家养羊 然后还有繁殖 但是其实都是养几只好玩的 是给我阿公当宠物用的 后来是因为羊有时候越来越大 有时候会拖着我阿公跑 有时候会跳过河锅 怕他把他拖跌倒来卖给别人 连我们家的家里都养猪啊 很多家家夫妇很多人都养猪 在房子里面的偏房里面都是变成猪色 是跟人住在一起的 对小时候记忆是蛮深的 像我后面现在有做一个视角网 从小我们家就有鱼池 我们家只要有客人来 早期就是这样 你只要乡下有客人来 我妈妈他们或者是我阿门他们 就会去负责杀鸡拔菜 但是我们家的小朋友 我们就负责提着一桶米汤到鱼池里面 倒下去 然后因为我们那个是养殖池 所以月鱼的养殖池啊 因为我们不是当职业在用 但是我还蛮大的 那时候有四分地的鱼池 我们就是撒下去 其实很快鱼就会聚集 拉上来 看今天大概客人几个 就因为拉上来都有几十条 你就挑几条 就带回去 所以以前请客都是非常有诚意的 东西很老的 鸡是现杀的 鱼也是现杀的 菜还是现拔的 我们家很富足耶 听到鸿安大哥形容营导 以前住在车人家 准备到这么澎湃 都不用去家乐福买菜 有够幸福耶 听到这里 大米真想要跟少年儿子说 你喔 如果现在可以看到农村 有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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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以前的水里面 要可以捏到古代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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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现在也都看不到 我们的水 我们的環境在变 也都直接影响到这些水生物 后一日 我们要来听川面 一些建筑方式都在改变 要还有风地福守来 一些过程 这对我们的农村 又有带来多少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